周芷若和丁敏君拦住了赵敏 要替两位被杀的同门报仇 赵敏却表示他光明磊落 不会欺负一个中毒的残疾人 丁敏君刚想拔剑动手 就发现右手变成了黑紫色 显然是中了剧毒 你什么一个丑子 师姐 师姐 我不彻人之威的 天长地久 随时后叫 周芷若将丁敏君带回客栈 交给了灭绝师太查看 灭绝师太不愧是老江湖 一眼看出丁敏君中了千株万毒手 解铃还须记铃人 要周芷若等人抓回猪儿 周芷若等人搜寻了数个时辰 也未曾找到猪儿的行踪 却在回房间的过道 见到了猪儿拖着张无忌的担架 店家 这东西是谁的 那是一位女客观的 他住在店里 就住在丁子 真是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周芷若立马禀报灭绝师太 气势汹汹地闯入了猪儿房间 区区不过两招便擒住了猪儿 灭绝师太将猪儿带到丁敏君的床前 让周芷若在他的身上寻找解药 周芷若搜出了一个木盒 灭绝师太猜出了木盒里的东西 让周芷若将木盒放在了桌上 灭绝师太杀鸡紧猴 杀死了猪儿练功的毒蜘蛛 又折断了猪儿的右臂 放言若是就不回丁敏君 就要猪儿替丁敏君陪葬 灭绝师太死马当作活马医 同意了让张无忌救治丁敏君 张无忌提出需要一套银针 就在他携带的包袱里 灭绝师太担心张无忌逃走 派遣周芷若去取 周芷若打开张无忌的包袱 找到银针的同时 也发现了自己送给张无忌的手帕 本来他就觉得张无忌有莫名的熟悉感 如今见到了这条手帕 哪里还认不出张无忌 脸上不惊扬一起甜美的笑容 可周芷若爱于灭绝师太 并未直接与张无忌相认 只是把银针交给了张无忌 张无忌师成蝶谷一仙胡青牛 继承了他的七八分本事 可以算作半个神医 猪儿的千猪万毒手刚刚入门 连小城都算不上 对于张无忌来说是小菜一碟 轻松就替丁敏君逼出了剧毒 张无忌轻易救治丁敏君 让猪儿直呼深藏不露 对张无忌可谓是刮目相看 谁知猎绝师太过和拆桥 见丁敏君已无大碍 竟然打算直接杀了张无忌和猪儿 周芷若出言替张无忌求情 要留下张无忌照看丁敏君 灭爵师太认为言之有理 带着张无忌两人一起出发 赶往一线侠与各大门派会合 夜晚降临 峨眉派暂时驻扎休息了起来 张无忌趁着大部分人进入梦乡 利用眼神示意周芷若 周芷若见灭爵师太熟睡 这才起身来到张无忌的身前 与张无忌正式相认 张无忌叫来周芷若 一是和周芷若相认 二是要他替自己隐瞒身份 周芷若机智聪慧 见张无忌自称曾阿牛 就已经明白了他的用意 承诺绝对不会暴露他的身份 那我们暂且就装作不认识吧 那好 就装作不认识好了 周围传来一阵阵的破风声 速度之快令人骇然 显然来人是一个高手 峨眉弟子纷纷惊醒 拔出长剑警戒了起来 可奇怪的是 来人并未袭击峨眉派 只是不停施展轻弓转换方向 像是在故意骚扰恐吓众人 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不许理他 灭爵师太不愧是一派掌门 对于这种情况稳得一批 根本不受来人的影响 次日清晨 朱尔被一阵诡异的笑声吵醒 他起身看向前方 发现有人躲在一块黑布之下 不停地发出奇怪的笑声 喂 你是什么人 在弄什么鬼 不要救我